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徐甫 带你来看到 昨天美国联邦法院裁定 哈佛大学在招生录取过程中 不造成对亚裔的种种歧视 等于对于等待了一年之久的 亚裔维权团体 这项裁决令人相当的失望 而他们也不排除继续上诉的可能 这宗案件被看作是一场 关于招生模式的平权运动 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 此前被指控 涉嫌歧视亚裔美国籍的入学申请人 但是美国联邦法院在长时间审议之后 裁定这所名校没有涉及歧视 此前的指控称 这所精英高校在分数相当时 更倾向于接收白人黑人 以及西班牙裔而不是亚裔的申请者 不过地区法官最终否定了这一指控 并称法庭不会去破坏一个 非常良好的招生项目体系 哈佛是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 同时在选择学生上也是最挑剔的 每年申请哈佛的42000名申请者中 只有1600名新生会被录取 这场诉讼由一个名为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的组织发起 声称哈佛大学在评估申请人时 不公平地将种族因素考虑进来 迫使亚裔美国人在争取被哈佛录取时 不得不面对更高的门槛 假如不考虑到种族 录取时只考虑学习成绩的话 亚裔学生的录取人数应该比现在多一倍 因为亚裔学生的学术表现非常好 而哈佛大学方面则表示 他们是通过一个整体的策略体系来评估学生 种族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考虑因素 该高校指出他们学校里的亚裔学生人数一直在上升 现在已经占学生人数的23% 值得注意的是 该案件并没有经过陪审团审理 前后经过一年之后才最终达致裁决 预计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的组织将继续提出上诉 而这意味着案件很可能最终会递交给最高法院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